剛才跟你講說他是剛好可以在這裡以後不一定要會動 這題學測考過了 這題學測有考 中間是你現在看到的北斗西星 可是他每顆星有各自的運動方向只是動得很慢 在你有生之年看不到 左手邊是十萬年前右手邊是十萬年後 因為你只活了一百歲到兩百歲 一百歲而已 所以你在你有生之年看不出變化 假如你可以活個五千歲的話 你就會說這個星座長得跟我小時候不太一樣 但看不出來他是會改變的 就是學測考過 恆星有自己的運動方向 星座現在長這樣只是剛好湊巧 十萬年前十萬年後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剛才跟你講 那個星星擺在這裡沒有什麼關係 各自有各自的方向相距了十萬八千里 但是有一些星是真的有關係的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雙星 一顆有名的雙星叫做開陽雙星 一顆有名的雙星 一顆有名的雙星叫做開陽雙星 傳說希臘人會把小朋友帶到山上 如果能看到兩顆星的視力2.0 適合當弓箭手 可是這兩顆星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叫做視覺雙星 眼睛看起來你們兩個作伴 可是彼此之間毫無關聯 等到有望遠鏡就發現說 啊不對喔 那個你以為它只有一顆星喔 不是 它是兩顆星互相環繞 只是因為距離而遠 所以看起來只有一顆 就是真正的雙星系統 真正的雙星系統 所以有些星 我說那個腰帶三顆星 VG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是有些真的是有關係 這個叫做雙星系統 叫做雙星系統 來看一下知道一下 同時 這個後面會再交一次 你現在先操先把它操起來 叫做週日運動 恒星每一天都會由東向西到北極星轉一圈 為什麼 因為地球會自轉 同時因為地球會公轉的關係 每天出現的 在同一個地方的時間會不一樣 未來要被每天會提早四分鐘 因為地球自轉 所以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星轉 一圈 這個叫做週日運動 後面會再交一次 因為地球會公轉 所以每天出現在相同位置的時間不一樣 每天 未來要被每天提早四分鐘升起 我以後都會再講一次 再講解一遍 目前先操起來 先操下來 然後先背起來 因為每一天都會由東向西到北極星轉一圈 所以拿一個照相機 對著北極星長時間曝光 看它會照出一圈一圈的痕跡 稱為星機或者是星軌 這是因為地球在怎麼樣 自轉 然後因為地球會公轉的關係 所以每天出現的同樣位置的時間會不一樣 細節 我未來再來告訴你 會什麼太陽日跟很新日的差別 在以後會交 最後告訴你 它是不同的 這是要請你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OK 把週日運動的 目前先把結果背下來 因為地球自轉 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星轉一圈 因為地球公轉 所以每天出現在相同位置的時間會不一樣 細節 我未來再來告訴你 OK